迫降CP选宾孙一臻三月底满结婚一周年 孙一臻难得在周年日时 晒出两人甜蜜婚纱照放闪 与去年11月底出生的小宝贝 一家三口十分甜蜜 而今日韩网也流传一张 去年孙一臻怀孕时的照片 却有网友歪楼喊 差点以为看到陈妍希 意外撞脸引来不少网友热议 而怀孕照也让网友推估 孙一臻当时应该怀胎五个月 虽然身材明显风雨了一点 但还是不减女生的仙气 网友也留言 好美洋溢着幸福 而在二日 孙一臻PO出盛开的樱花照并写下 春天 每天早上都要先确认雾霾指数 称为每天的日常 也间接透露当妈妈的心声 担忧雾霾影响宝宝的健康